那你連到這一台來 你看這個是IE9的有沒有 那你連到這一台 你如果像我剛剛這樣一點 它就出現在下面 跟你們iPhone發示度一樣 對不對 它出現下載在下面 這個呢 我們等一下來看 這個是一個新制度的軟體 我們先來看一下 既然大家都已經分行到這裡了 不可以 也是要進來 對不對 那麼我們看一下 其實Windows這本有好幾個版本 好幾個版本 那首先的話呢 老師您可以看到 像前面老師這一台 它就還有裝有Windows這本甘生物館版的 其實它有限分的 但是絕大多數老師平常 如果是裝新的電腦 統統都是64位 而且你買了普通Nabook家用版的話 就是都是負責家用巨傑版 那當然有些公家機關 學校 可能它用的就是所謂的 就是專業版 但是價格不一樣 好 如果我們以隨機版 要是知道什麼是隨機版 什麼是標準版嗎 隨機版又價格一水平均的 比如說 你今天這台電腦來 那它就是裝在這台電腦 你們用在這裡 如果你說是標準版 你說萬一 我的電腦 我覺得比較舊的 我只要升級到Windows7 可是我不是買新電腦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買標準版 因為標準版的話 那它可以裝在這一台 也可以裝在這一台 那麼如果是隨機版 就是跟著那一台機器 一起加碼 新的員工 我接著隨機版 這台Nabook 我可能就買了另外一台 如果是 那舊的那一台就裝 開始抓到 它會跟著你的問題 會長在一起 所以這個有不一樣 因為價格也差一半 所以我們買單來講 買隨機版比較便宜 比如說你看這個 如果你是家用版的 有沒有 這個版本的話 大概就是2000多塊 就大概比較能夠接受一點 隨機版 那如果是專業版的 隨機版就要接近5000塊 所以價位就有差了 那如果最高官能版 就是所謂旗艦盤 那大概就是接近1萬塊 不差 那麼簡易版呢 其實大部分只會用在 作業界有聽過 現在很多平板 電腦 有一些就是用這個機版 所以它還是 SP 的作業系統 就看起來像 SP 啦 就是inco server 但是它市場是32位 它就沒有了 因為硬體沒有那麼快 好 這個是 先針對版本的部分 如果老師您要看詳細的內容 您看 您用這個 新制度打開之後 裡面有沒有差一點點 有小細小一點點 您看它會打開 就可以直接點到 所以我都有幫各位準備 好 那這個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是 就是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樣裡面就有跟您介紹一下有哪些版本 哪些版本 那是否就先把它關掉 好 所以這個是可以像這樣用 這個是 第一個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說 可能有一些 不同的版本 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這邊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先來看 老師既然 用了window server 剛剛我們稍微簡單看一下i19 i19它特別強調的速度比較快 我會想 它到i19怎麼這樣有 醒不來了 因為從i7 i8 我相信老師有在用意發現 好慢好慢 跟別的流氧器提起來的話 i6覺得還好 但是i7 i8 感覺腦瘤 跟不滾 跟不滾 差很多 那 i9就特別強了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檔案轉移的部分 檔案轉移的部分 可能老師大概是最不習慣的 因為檔案轉移的部分 應該是我們平常 最常用到的 可是 如果你不曾用過window 那個window 你會發現說 欸 你看我們以前的檔案轉移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打開掉 可是現在檔案轉移的部分 你還讓我點開 有沒有 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麼 首先第一個 如果說老師你比較期望 我的檔案轉移的 跟以前檔案比較像的 那麼你可以來看一下 這裡 其實以前 檔案轉移的一個東西不見了 就是所謂功能列 功能列不見了 您可以看一下這裡 以前我們在這邊 不是會有一個什麼檔案 有沒有 編輯 這樣都不見了 這個時候 你可以到這邊 它現在把它叫做 組合管理 你看到這邊 等一下 有沒有一個盤面配置 功能表列 所以如果你確定 你還是需要那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按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了 在上面這裡 以前我們不知道這個嗎 所以如果你不習慣的 老實就是從這個地方 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老實會用到的 就是說你想要打開 再來第二個是 光碟機搏擊 怎麼可能會不見 我們看一下 你看我們左手邊 我這一台nodebook有它會光碟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光碟 有看到嗎 沒有 不是我騙你 真的不見了 沒有光碟 不是不用光碟 是 它現在好像比較聰明一點 如果你沒有放光碟片進去 它就認為光碟沒有 這次都快藏起來了 所以 你看撿到電腦 自然還是看得到 有沒有 可是你要在 你變成說你要撿到電腦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你的光碟機 還在瞭解我 如果你真的 一定沒有它出現了 請來這裡 你看這裡也是一樣 一樣是在這裡 這個 資料夾的搜尋顯像 都點好 有一個 叫做 顯示所有資料夾 不是 不是顯示所有資料夾 你看 在這裡 在一般裡面 裡面的下面 對 顯示所有資料夾 拿勾夾 你看我手手邊 我手手邊 電腦打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光碟機跑出來了 這個曆光 還有一個 大家 不習慣的 我先把它 放回來一下 這裡有一個資料夾的搜尋選項 我先把它關起來 還有一個比較不習慣的是 我們平常 我點進去 比如說我看這一套 點進去 你看你要點到哪一個 點進來 各位呢 以前我們在 從這邊 右手邊進去這個資料夾的時候 左手邊是會跟著 左手邊是會自動跟著下去 對不對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你就會說 它認為左手邊 我會見得比較單純 比較單純 那 你要上上下下的都從哪裡 從這裡 有沒有 從這邊 因為輕的打蛋走法是在這邊你可以直接跳 就是這個上面 你如果點一下 它就回上一層 點一下 就看你要跳到哪裡 所以跟我們以前左手邊這邊不一樣 如果老師您覺得 我就是希望會附成原有的 也是一樣這個打開 因為你這個打開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左手邊的 通通都跑出來了 所以你看我點到這裡面的時候 這裡 最後打開 進來 那這邊就會出現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點開 這個是 你一開始 進到這個裡面之後 使用檔案總管最多的 這三個問題 那至於下面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有跟沒有是還好 是還好 那 我先介紹一下 老師平常如果有多個檔案要選的話 你會怎麼選 用這樣 用這樣還是用這樣 有多個檔案要選的時候 你會這樣嗎 還是這樣 你也可以按controll或tip的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方法 老師在網絡上常常看到那個何許項目有沒有 打個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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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多個的時候我可以這樣go 那麼現在呢 我們的 檔案總管 也有這樣的功能 這裡 所以你看一下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用的都是在這裡 所謂的組合管理裡面 這裡面有一個選項的 你看 我這個先恢復 好 檢次這邊 有一個 您到這個檢次裡面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叫做 使用何許方法有沒有 你如果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那麼 下次 不用那麼麻煩 你看這邊 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選到了 好我想 因為有些時候 你看 搭配快速檢盤 或記錄有什麼減重 所以他這樣打勾的 也是個不錯的當勢 所以 我想老師呢 先針對大家最長的這個檔案中管 可以再看一下 再來呢 超大圖示 當然就是超大圖示 因為真的很清楚 但是我喜歡他 有一個很不錯的 我先把剛剛那個先復原一下 我還是先恢復到 標準模式 平常我們在看突變的時候 老實說怎麼看 你會把這個地方 我們平常以前的話 那這邊就是所謂的 清單啊 這裡小圖示 或者 所謂的大圖示 對不對 現在有沒有看到 一個特大圖示 那 這種東西 尤其老師在看什麼 看圖片的時候 會覺得相當方便 你看我們特大圖示 這樣很大圈嗎 而且是很清楚的 那 這種東西當然最好是要搭配什麼 搭配圖片 因為你高配圖片的時候 你再看他就是真的很清楚 或者搭配景片 景片他也可以看得很舒服 好像有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想前面這五個部分 就是 老師使用檔案總管的時候 可以參考的 那麼等一下我們再跟 老師介紹另外一種 檔案總管的方法 那我把畫面現場給老師